的道他第一视角 是不是感觉才没过几天新视频又出了都来不及看 而且上一集出的是一部超级暴力的二合一时间也特别的长 像看大片一样没有错 六月底啊马上又要过去了 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七月份 那么除此之外呢啊 七月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考结束了 暑假来到了也意味着2016年的上半年过去了 哎呀时光荏苒光阴如梭呀 这几天不是我们这南方这老下雨吗 对吧 这下雨呢本身又宅的我啊 这个下雨天让我更宅了 只能在家里上上网打打电脑打打DOTA 思考思考人生 然后逛逛我自己的QQ空间啊 看看我自己之前出的视频 没有想到我的QQ空间居然已经有我精心制作的 234部加37部被举报而封屏蔽的视频 总共加起来是271部呀 兄弟们 平均每周一部 每一部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主要是你想想印象深刻的不管是什么西游记或者是奥特曼或者是我们青少年 看过的古惑仔总共才13部对吧 人在江湖猛龙过江 指手遮天战物不胜龙争虎斗 圣者为王九龙兵士 江湖大风暴 什么新古惑仔啊 什么地狱龙啊 决战决战江湖少年鸡斗篇 山鸡的故事 红星13妹对吧 社会人背都背的出来 你要想想这四年对吧 我创造了271部视频而你们创造了情书小老弟呀 你们的功劳比我还要伟大 而且我视频开头说的上半年又要过去了啊 你要想想如果再有这么一个来回啊 再三年再四年 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说咱们了 我啊都已经30了 我30岁的时候 如果这个DOTA水平和小结一样 对吧 打DOTA只能靠一张嘴的话 那我就没那个逼脸再出视频了 如果真出视频还有人看啊 哪怕就几十个人 那是相当于 相当于陪我过完整个青春的观众呀 其实啊 咱们换句话说 其实当你任何一件事情养成习惯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日子过得是特别的快啊 这个时候白虎一箭飘过来 有个腐王我就不上了 比如说养成什么习惯呢 比如说这个你 那个周末呢 要和小伙伴去网吧 又比如说周末呢 你要去学什么钢琴啦 游泳啦 健身一样 对吧 你比如说哎 发现这个冲 去网吧 就像我 我那时候也发现冲值卡 冲完了之后 哇塞 才发现这个上一次冲啊 离好久 就是说当你养成一种习惯 这就会特别过得特别的快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男单身男子 对吧 你想想这个屌丝男士啊 屌丝男士拍的是比较梦幻 而且不不提及不符合现实了 你要想想如果屌丝男士没有柳言的话 那要得收 那要得这个下降多少收视率 对吧 你看我其实就是屌丝 我其实就是没有柳言的屌丝男士的翻版呀 你们都有什么 这比如说是健健身了 运动运动了 娱乐娱乐 看看电影啥的 陪伴我 做就是我做这么久视频 又没有找女朋友陪伴我的是什么 你们不知道我的内心和我的就是生理 对吧 有多痛苦 就我做视频的这三年 我是左手三年 右手三年 我左右右三年啊 我 就你在健身房待个三年都没我手上的老减度啊 哈哈哈哈 对吧 好啊 开开玩笑啊 那这个时候找到一波机会 我有鞋 他没鞋 然后顶着三个小兵将一魔在我的高坡上击杀 并且我的瓶子也快有了 在他独秒的这段时间内 我肯定会把瓶子给捕出来啊 你看这么久咱们尝试 呃 短长短频率 但是长时间的监处下来 其实呢我就像你们的这个补习老师一样 而且是免费的哦啊 你看补习老师你们每每次去补课一两个小时 但是这个老师呢却把他毕生啊 所学到的知识而且是无价的全部传授给你 这个时候对吧 那呃 你看看 你想象一下还会有人去黑你黑这个老师的话 你看你替他心疼吗 所以我呼吁广大的男青年啊 广大的网民们 如果你你们如果真有怨气 我或者是真想发现的话 每次评论想黑我能不能就是少打几个字 或者是说把你们的怨气流那么一些些 也去别的解说那边 哈哈哈哈 就就是说就是说就是我们解说能不能让我们解说就平均承担一下你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压力对吧 不要把怨气都发在我一个人头上 其实这这虽然说每每一部视频咱们只有平均一小时的接触时间啊 但是这也让嗯理解我的人更理解我不理解的人不理解我的人更不理解我这就好像什么呢 对吧呃这个其实很好解释但是又很难理解啊 就好像这个说相声这个周郭德纲和周立波啊一个被网民评价为高雅一个呢又被评价成低俗啊一个高雅的怎么说低俗的呢 就说嗯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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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郭德纲啊那就是说北方和南方吧 当然这不是我说的啊说吃大蒜啊只顾着自己吃的香 不顾别人闻的臭啊 你看咱喝咖啡的是把把苦自己咽下把芳香流向人间啊 这是周立波说的啊 你看其实作为呃这个在互联网也待了待了几年的对吧网民我来说呢我对于这件事情你还真别说我还你真有点不理解这个吃大蒜和喝咖啡 有些冲突吗对吧像我就是一个还真是一个又吃大蒜又喝咖啡的一个人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虽然说嗯不理解对吧但是呢你也不需要有时候有些事你也不需要去理解就好像小杰啊他不吃蒜不吃茄子但那个小但那个那个屌人就吃蒜茄子你说这个啊 那这个时候我总是呃吃了我打开我的瓶子一瓶子里面灌了个隐身符他要补那个法师兵一个弹幕一个狂又把隐磨框葬来我的高坡上即将进行单杀漂亮 那么呢刚才一不小心又提到了我的好朋友小杰啊一说到小杰呢真的我有时候真的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呢 你看就就说这几天最近这几天啊呃外面就是 就是咱们江江苏啊所以苏州这块的天气啊一会冷一会热而且能又下雨这阵子感冒的人特别多但是不管天气如何外面是风吹日晒呢还是天寒地冻小杰啊 根本不关注这不根本不care这些 不管外面是冷是热不管是外面是打雷下雨飘雪冰雹对吧 他一点都无所谓的啊因为他都是首先他都是晚上出门 然后呢晚上去酒酒吧或者KTV里面啊都是都是四季很温的 我气就气在这一点真的因为我你看我这么辛辛苦苦给大家在做视频打素材的时候 他却在对吧那喝喝酒搂搂抱抱啊就算不去酒吧他每天晚上对吧买个几斤猪头肉买几罐啤酒什么的就在家喝起来的特别是他这个我就是郁闷这一点买个猪头肉啊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吃自己的脸呢 虽然说我有时候就埋怨几句小杰吧但是我和小杰也有过就兄弟之间的承诺我说我如果做视频挣大钱了我一定带你去最好的神经病医院啊一定给你知道这个啊 那然后呢啊就下面一件呢我要讲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有点但是也是属于半个事实就是有点吃不到葡萄就是葡萄酸的这种这种就是说法啊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你看呃N年前咱们玩腾讯哎但是没跳走啊N年前咱们玩腾讯QQ的时候会给好友贴上这个标记呃就是有给好友贴标签啊这个功能 其实我觉得现实和网络之间的关系真的非常的微妙啊你看小杰一出去土豪我一出去土鳖啊 然后呃比如说这个标签还有什么美女呀帅哥呀各种二代呀啊平时呃呃呃这这这个你看小杰出去他为什么就就能够就是啊 特别容易泡特美女姑娘啊特别容易上钩啊呃这个大卡宴给他开的对吧车钥匙往 这个酒吧桌上这么一放啊 真的我就说就是一也是羡慕对吧但是但是呢二呢也是这这肯定的心疼啊对吧心疼的姑娘你说咱就是爹妈心疼哭哭拉扯大了对吧不是让你随随便便的在外面就给人家 睡的对吧 这你看至少你也先讲好价钱吧哈哈哈哈哎呦你好你看像小杰这么无恶不作又调戏良家妇女的人真的我真想把他的手机号啊给他曝光在就是视频里面啊喜欢去泡吧就算了取个手机号还138D898慢摇8那个傻驴蹦的 我去了哎呀好这边想杀这个蜘蛛啊可能是白天刚才路过这个小野点的时候他的小蜘蛛发现了我那我只好例行出路了 其实大家可能会看看这部视频的标题哎呦又是发条不想看了啊 其实大家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上部发条是什么时候发的大家一定和我一样惊了个呆啊上一部发条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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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久之前发的发条 因为这个你看呃咱们就我说了这个评论什么都会看啊自从一开始其实我发发条视频真的是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常发因为总想表现自己啊呃 呃然后现在呢这个发条就像我以前这么的玩就是现在发条我感觉啊你不管是这个特别是出装啊因为有时候呃思想比较 嗯怎么说呢可能可能也是因为版本更新的少啊所以呢你就懒得去做 太多改变啊来得去创新所以导致这个其实发条这个英雄的装备还是非常重要的之前你看先锋盾挑战刃甲然后推推 就是第一手呃就是第一个大剑啊还有就是裸A帐啊 其实发条的出装还有很多种啊真的有很多种这一局呢我是裸了一把跳刀你可以看见这把跳刀的呃功能啊或者是使用的频率和抓人的效率 而且配就是配合他的技能还是能够非常完美融合的啊 因为首先你跳刀不要蓝啊然后呢2000多块钱其实只能买一个刃甲2000多块钱只能买一个推推2000多块钱只能买一两个A帐的配件 你如果有了这把跳刀的话有时候刷酱油啊你就可以去呃就可以省掉你的大招啊省掉一百多点蓝 然后呢还省掉什么还省掉你预判的时间啊直接瞬间跳到别人脸上你看这个这个尹魔就不知好歹的以为他这个TP是一个安全为之我这边杀了尹魔之后一个够漂亮 我就想问一下我到底是有多差哈哈哈 这个我上一期视频啊看到这个门货网网站上的评论啊 其实挺有意思的但也没评论什么就是说啊先先习惯性的给个零分啊就是这个评分吧这个这个评分也无关紧要啊就是好不好看美不美观啊 然后呢习惯性的给个评分再习惯性的点个举报啊 然后说我其实不是来看视频的就是点个点点个零分然后给个举报啊就走了啊再再笑认输啊 其实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啊虽然说我没干过这么蠢的啊 就就就就说就是说就我特别能够理解啊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压力大或者是这个不不理解又或者是啊属实恨我啊 但呢我也找不到原因啊你看这个这个这个就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对吧毕竟说就是我我不会去怪你们也不会上火啊 因为就怎么说呢这个花有百样红人与狗不同啊对不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大哥 我这嘴我这嘴啊我这嘴我我长嘴长嘴长嘴啊哈哈哈哈 那么我又冒着啊视频非常低分的代价非常要冒着就是呃被举报被屏蔽的这个那叫什么 说说说说说说了这一出啊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啊 意志立场要坚定特别是年轻人要有独立的思考对吧别听谣言四起要相信眼见为实虽然说我我于黑粉我于这个 NC粉啊不是最佳的战友但呢你也不要冒险与我为敌哈哈哈哈 因为我的战队指数非常高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就就就就好啊就就哎呦哎呦兄弟们我我我飘了哈哈哈哈哈哈 啊这个大家不要介意啊咱们就是一个玩啊你看咱们辛辛苦苦出的视频啊我是即使我骂不骂喷不喷他们都会举报 啊真的是什么我是我是属于这个是我我拿他我拿他们当亲哥他们拿我当表弟呀真的啊大家不要就是不要介意啊这个时候呢我吃了恢复神服一个弹幕一个框没想到他直接出来了我撒了一把粉冰线过来了失去了这次单杀的机会一个勾我到底是 啊这这把的勾啊我怎么说呢感觉这个这这鼠标怎么好像dpi 低了还是这个呃手手手有点抖了啊总之有点不准但是没有事啊因为这个节奏还在啊 那么很多人可能很多这个深爱我的朋友啊可能会说哎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啊其实怎么说呢没有事啊因为我今天就是来找堵的哈哈哈哈 其实他们呢也需要发泄那我呢也需要发泄啊那你说他们拿我发泄那我总不能拿别人发泄所以这样呢才是最公平的方式啊咱们说了就就突出一个玩啊希望呢不要介意呃那可能可能有人会说了哎呀说轻松一针不要脸啊这个等于俗话说的好啊 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脂抗有席电线杆子要水泥我不要脸天下无敌你不要脸地死无疑啊 那么你今天这期视频呢一突出突出往常的这种都突出往常的瓶颈啊我一如就是一下子感觉就是 对吧吃吃够了太重感情的苦我只想做个血里带风的洒脱人啊呃 真的你要是这么再举报我啊再再再这么黑我再这么无中生有再这么断章取义我跟你说我顺着往线我跟你爬过来我 我真的我把你我把你绑在大狗总理大狗笼子里拴走我旁边给你放两个大张熬犬我不咬你我我就跟他吓死你我去了啊 这个时候你看他们肯定是看我这个视频看的啊眼眼眼眼睛瞪的跟乌鸡白凤丸似的啊黑粉 你再瞪我再瞪一个我看看啊 眼眼睛瞪的我给你扣下来我 哈哈哈哈哎呦真的啊 这边中单发条和小鱼人围堵这个沉默素食这一局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数据和经济啊你看这个 哎我发现跳呃这这个跳框和勾框 特别是蜘蛛或者移动快的英雄 可能是这个蜘蛛啊因为这个蜘蛛他是有一个网 然后如果没有视野的情况下呢 这个网可以穿地形也就是说我跳框对他没用 除非就是说呃先撒粉再跳框可能会让他穿不出我这个框不然的话我就跳到好像对蜘蛛没有用啊 这盘 看一下对面阵容啊 对面阵容是隐魔幽鬼两个大哥 然后有个沉默还有一个腐王 然后呢他们最后一个盒啊 蜘蛛 这个蜘蛛在这个版本里面玩多盒的话最多是双盒 再玩三盒要 要托起隐魔和幽鬼两样一起 完全是一个崩盘的隐魔啊 对面的腐王在那波节奏 但是这一波我双倍加上满状态1500格的血直接把它勾框然后开弹幕 最后在一个导弹收走人头 这个沉默挺会玩 因为他老是他知道我有一个导弹 然后他老是不替我 等我导弹放完了之后呢 他再替我 这之后呢我假装打不过他 但是我回过头来 我就敲他后脑勺 我魔棒一颗导弹一炸 再收走一个人头 直接TP回家4700块 才17分钟啊 兄弟们 我还是不决定把这个精气之球换成A帐啊 A帐呢 虽然说我现在已经17分钟16级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蜘蛛啊 并不是一个A帐勾两次就能解决的 这一把呢 我先做一个小电锤 然后把剩余的钱合成了假腿 为什么做这个小电锤呢 有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能够就是有点DPS 有前中后期都有可刚正面的能力 再一个有小蜘蛛 然后最后一个一步呢 就是往后想 往后想呢 就是这一局幽鬼 他还算挺肥 幽鬼灰耀 然后灰耀耀的时候 我大电锤 这个时候啊 把它框在里面 有灰耀的伤害 呃会反弹 然后再加上我的普攻 也会反 也会触发这个雷电的效果啊 闪电的效果 这个佛王要单杀我们的牛头了 佛王这个点起来了 也不太好办 因为弹幕是物理商 呃弹幕是故里 然后佛王呢 又是一个物理比较高的一个英雄 这个时候我又来到了下路 吃着一个加速神佛 现在的我啊 战斗力十足 五十六级发条 然后身上还有加速神佛 跳刀 甲腿 血又厚一千八的血 其实 你想如果是出推推加A战的话 其实发条是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少了什么呢 少的东西就是在框里面 他特别依赖队友啊 因为我打发条打了很多 你打到前中 你打到中后期 你发现打斧王隐魔这种英雄 就好比小隐魔吧 这就成功直接开大招 但是我加速神佛 盯着他A 然后一个导弹 然后再 哎呦他吃了一个非常多数量的魔棒 一个键没有射击过 直接走了 如果被有鬼一口定 我肯定要 交在这了啊 我看到一个沉默的发条 啊不 我看到一个空血的沉默啊 预判一下 他应该 哎 你有看到了 他应该会躲 就是说你中后期 不管是打路人对黑甚至是比赛 你会发现啊 你一个发条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 你勾过去勾中了 然后框中了 这时候好 以魔一个BKB摇大 你怎么办 对啊 不管你是先锋盾挑战什么的 BKB顶着你 又或者呢 人家什么 呃 到时候有冰眼啊 有什么分身 有双刀 这双刀 这特别的有2000多点血 根本就是不是你一两个勾啊 然后弹幕框在里面 哎几下就能够解决的 但是我这个出装就不一定了啊 因为首先我这个出装 它是能刷能打的发条 发条最怕的就是 呃 打野特别慢 特别耗蓝 然后推线特别慢 好 这时候优鬼不出我所料挺肥的 已经3800 胜者一物放在背包里了 但是呢啊 他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辉耀辉耀优鬼 对上大电发条 这光法怎么不老 光法也引到的 这局其实因为我带动的节奏比较快 所以呢 双方人头比较多 20分钟 呃 就除了这个小鱼人有点 稍微有点穷之外啊 因为小鱼人 呃 这个英雄吧 他要么就是 其实我这把好像代替了小鱼人出引刀的这种效果 各种抓 各种杀人啊 隐魔前期被我现在杀崩了 然后呢 就支援上路 又杀了蜘蛛 支援下路 又杀了这个 他们谁 他们是上路是沉默 然后加上呃 优鬼 然后还有 虎王也被我杀过 这边他们没有人 所以我打一会儿野 这一局他们蜘蛛 优鬼在上 蜘蛛 把早早的已经把我们上路塔全部全部带完了 但这个时候他不敢去中也不能来下 因为下路没有他的这个蜘蛛网啊 哎 这边看到一个沉默在打野 看到了攻击弹道 直接一个勾 一个弹幕 A几下 触发一个雷电 把他给杀子了 单杀 如同神一般 发条的钱 发条前击的钱啊 其实是特别特别好积累的 但是出装就特别关键 因为假如你出了推推一仗这种 刚才我说的先锋那种道具的话 就意味着你不杀人啊 你逛街 不杀人 杀不到人 那你就会 你的经济啊 你积累的经济呢 就会被这种隐磨 对吧 你就随便收点野 收点线 几分钟 其实 那钱就跟上了 但是你出这个电锤可不一样啊 你出这个电锤 就是你出这种 有物攻的 有代线能力的 有钢筋能力的 你就能代线 你就敢代线 而且你代线特别的快 这就是发条的一个 能弥补发条的缺陷啊 弥补发条的不足 有鬼 已经会要的22分钟 这一波光法需要拉我啊 光法不拉我 我感觉我没有TP 因为我的这个 魔棒和魔瓶都舍不得丢 魔瓶 我魔棒 我肯定是不能丢的 魔瓶呢 也是用来当做续航啊 这两个道具 到后期 还是丢瓶子比较好 因为你魔棒是打架用的啊 腐王斩掉了我们的引刀光法 这个引刀光法还是比较灵 什么都不出 裸了一把引刀 就是为了怕这个优鬼传他 或者是腐王吼他 腐王的吼 我感觉应该也得改一改 因为你想 腐王一吼 如果你手速快一点 像我这样的单身狗 这边我卖了魔瓶赶一波战场 跳刀cd 这个优鬼想跑 还有个腐王 我跳过去直接框住 勾漂亮 不 这这局的勾 我只能说啊 水分有点大 但是无关紧要 因为我是一个物攻发条啊 物攻加这个 是物法引魔来了 放一下直接走 咄咄头罗一口弹 我不急 还有11个魔棒吃掉 开这个弹幕 弹幕到后期 还有一个什么作用 大家知道吗 还有一个非常细的作用 就是能够打断 就是攻击剑剑格啊 攻击剑格也是特别重要 比如说你工 就是 引魔一下一下 对吧 我这弹幕一下子 哎 他就能就是 呃 就好像他自己按了一下s一样的 这波团呢 是因为 呃 我实在 买太多粉起不来了 没事啊 这局现在的扛大梁的位置 已经是扛大梁的重任 我已经挑起来了 出了大殿 针对 能够针对一下 优鬼之后呢 下一点装备 这个精气之球还带在我身上 但是我仍然不想把它合成一仗 因为现在又有一个引魔起来了 啊 他们就是一个蜘蛛没起来 蜘蛛还在疯狂的带上线 他们这边好像不知道是沉默意识到了 我要去搞他 还不知道是这里中路有现眼 这个引魔该怎么克呢 啊 引魔无非是BKB摇大的一个爆发很厉害 然后再再接下来接下来就是什么 压炮加普攻啊 就像刚才那种情况呢 其实我是如果有一个BKB的话 我就顶着他的脸让他摇个大 又能怎么样 再加上我的勾 对吧 呃 想理想中的状况 应该是 我跳筐影魔 然后呢 我的电锤 凤凰输出凤凰输出凤凰输出凰输出 这时候就逼他开说BKB 我也开BKB 然后他要摇大的那一个瞬间 我把它给一勾 然后继续 就勾得晕住了 这几秒继续普攻 这时候他应该就一命呜呼了 现在就 现在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我代线已经要比小人快了 不然的话发条 炸一个导弹 法师兵还要A两下 然后近战的兵要A三到四下 才能把一波兵清完 优鬼加隐魔来上路抓这个 居然不带斧王 要抓蛋蛋 这个沉默就是 对吧 一个勾 这下勾子没有水分了 直接要把沉默带走 沉默什么反应都没有 超越神的杀戮 优鬼和隐魔应该在上路我们家野区打野 刚才不带斧王 斧王抓人 他们是 想想的优点多啊 下路一个蜘蛛 但是我们这儿小鱼人有粉 打完这个五级石头人 去下路抓这个蜘蛛 蜘蛛的话 这局你不要看他这个带 你看带斧王就对了嘛 不然你怎么杀掉人 TP留住这个 这个斧王是跳刀 然后加一个推推 白虎开了大招 也很难杀 也很难追到 我们这边没有视野 嗯 蜘蛛你别看他这一局 虽然说带塔 带线带了很多 但是相对来说 他死的也很多 所以说他都没有能够憋出什么装备 就一直在带一直在死 所以这样这循环下来呢 他虽然推了塔 但是他没有钱啊 我们虽然掉了塔 但是我们就是比较肥 就是因为拿了他的人头 你看现在你可以发现我打钱的速度特别的快 收完一波也就去可以可以去刷野怪 也可以继续推 就像这个敌法的狂战 还有无限C的小鱼人是一样的 我现在准备带掉他们的上塔 因为小鱼人在下路跟他们纠缠啊 有小鱼人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 他们的视野也会很不足啊 因为有着蜘蛛 所以我们会在睁眼 然后再加上有小鱼 哪里有视野 他他大家就会消失 所以这局他们没有视野呢 就能够让我很方便的抓人啊 或者在那种比较好的位置去勾人 因为如果有视野 你看上下河道 我中中啊 就前中期根本就没那么好抓人 往常的发条啊 到了30分钟以后呢 应该是差不多是有兵甲啊 有兵甲有A仗 就是兵甲A仗 然后如果是兵甲A仗的话 那你后面就不太会跟这种大殿这种装备了 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对面核啊 核心起来的时候 然后你必须得跟这种绿杖啊 或者是BKB 又或者是天堂这样的 只针对某个英雄的装备 但你如果节奏快啊 钱多的话 你像我的话 你到后期就可以考虑BKB啦 冰甲强袭 或者是甚至是晕锤这样的道具 我现在有BKB了之后 其实幽鬼都不是特别怕 然后 我们的小玉真的很穷啊 你看到了30分钟 他现在是一个引刀 一个散滑 连双刀都没有 到底讲 他现在应该是 再怎么办都有兵演了 反观我们的光 法 刚说完 他就被沉没一个T 福王一个跳火 开了引刀 还是死 我这边一个勾 福王推走 我炸个导弹 这边有人踢 屁 白骨这个神剑 特别特别的灵性 福王最终还是没走了啊 这个拿着自己的QQ号码 注册为游戏ID的福王 这局可以说发挥的还不错 因为他们唯一的可以带节奏的点啊 要么就是引魔出引刀刷酱油 要么就是呃 引魔 幽鬼跟着福王啊 这引魔跟着福王 然后沉没 对吧 配合开大招 再加上幽鬼开大招 受人头 所以这局幽鬼相对来说会比较顺 我们再打个肉扇啊 小鱼在鸟里面应该是终于运到了他的双刀 这个肉扇打得特别快啊 不然小鱼一个人是打得很慢的 没有吸到攻击 现在看一下控制面板 对面的幽鬼现在还在 无骚扰 让他发育 但是幽鬼这个点呢 他要呼耀之后出的基本上都是大剑了啊 都是四五千块钱的大剑 像什么散尸 分身啊 龙心之类的 龙心还要更贵啊 我说的是像散尸分身这样的 中 中大剑吧 不是这种超后期的装备 小鲁还是一个蜘蛛 像我的话 现在可以啊 立足 或者是占据他们的野区 因为我现在死不了 再加上有盾 你要知道 不管是禁卫还是天灾 这野区就好像是心脏啊 真的 没有了野区 他们就等于说是 就不能在野区刷钱 那是一件 特别危险的事情啊 不能在自家野区刷钱 发条这位英雄 其实打到现在啊 能够还让对面的核心 有BKB的核心 不敢单带线 其实特别的讽刺啊 因为你看发条一勾 一框 然后你看BKB就可以TP的 但是尹魔还是不敢 因为尹魔被我一勾 再加框 再加这个弹幕和普攻 就算他开了BKB 还是有几率会被我A死 因为我现在的输出 特别的恐怖 小人在对这个沉默 他往这个沉默 往这个位置跑 是肯定有人了 直接勾 开大招TP 正在我们抓上路的时候 我BKB都开掉的时候 BKB开掉 用来抓沉默 他们居然在打下路了 分攻还是比较明确的 沉默一个人打前 四个人动 打起来沉默开个大 幽鬼开大了 他们下路要打了 看一下下路什么情况 下路幽鬼在降临到我们 光伏最终还是决定 降临到我们的光伐头上 没有降临到我们的这个牛头 我直接跳EC 把这个斧王给留住 免得他 这个斧王用的推推还是什么 直接从我的框里面走了 这刚才不然的话 他想杀我们的这个 白虎 我这边宝石 用说宝石还丢了 牛头一个三连跳大 三连把和优鬼一换一 其实这波他不用来 因为我是身上带盾的 然后上路河道 上边的沉默 下路这边杀完了 优鬼之后 居然出现了一个隐魔 在带中路 这个隐魔现在中路带不了 去我们家也去打野了 对面现在的一图啊 就已经暴露了 就是特别渴望的刷钱 刷钱 特别渴望 因为他们如果不刷啊 就可能连这个中期都熬不了 就会面临守高地的问题 所以他们只能带线啊 但是现在蜘蛛带线呢 他本身没有装备 所以说也只能带线 来人他就得走 如果他是有装备的话 来一个两个 他可以不走 对吧 比如说来一个牛头 什么来一个发条 来一个小鱼 他都可以去 就是 跟他们迂回一下 现在我有盾 可以主动找他们干啊 咱们现在战斗力非常足 只要这个隐魔装备不是特别好 我们小鱼双刀了 再加上优鬼切后排 也不一定能切到谁 最多切一个牛头啊 因为因为那个 好 隐魔是走这个爆发路线 你看我直接一个勾 然后导弹跟过来 把他框住 双倍神符 几下把他给A死啊 我刚才就说这个隐魔 呃 呃 优鬼啊 最多切牛头 因为这个光法 他是有隐身的 然后 要切光法还必须得带个粉 上面一个斧王不管他 我直接推塔 刚才这个勾用过了 因为没有 其实A仗 我感觉 对发条的加成 你要看是什么样 如果你大哥特别肥 然后你这发条是猎丹的 呃 前面比较球又炸到了 啊 又射到了 直接 开个弹幕 把他给A死了 像这种走走中单的 你必须 呃 你要撑过小人不肥的那段时间啊 有鬼会要加散尸 他这个散尸就是用来切牛和光法的 散尸对我来讲 威胁不大 对小人 对小人的威胁也不大 这个高地我们就这样A了 就有鬼还不放大 他应该在等队友复活 然后我再等顿消 高地塔一魔 这个沉默直接用生命来拖延了我们一秒钟的时间啊 然后这个蜘蛛 呃蜘蛛是在做BKB 他之前做了一个 哎 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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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做了一个那个祭品 又给切掉了我们 白虎和牛头 看一下这波 我觉得不是不能打 就看着疯脸的隐魔 我直接BKB一开 独塔一的光法的T好像就A仗T还不回血 我们看这个小人 单伤蜘蛛啊 蜘蛛临死之前还吐了一口弹 吐了小B小蜘蛛继续在拍我们的近战兵 但是并没有啊什么用 哎 如果我们队友有这个蜘蛛的话啊 我这个脑袋翁一下的胸口吐了一下的裤装不愣一下的 怎么打也赢不了啊 这是 蜘蛛还是需要微投 就是你前前面对吧 玩的好的蜘蛛 有人来抓你 你应该会提前知道啊 每一个小蜘蛛 呃 有威胁的路口啊 对吧 你都放一个小蜘蛛 其他的小蜘蛛再去打野 这样你的笑 然后野区 我们的野区有你的蜘蛛 我们线上有你的蜘蛛 这样的话 你的钱就真的特别快 然后前一字门肥出了个出个点睛 对吧 你要是 想呃 切后排 对吧 你直接出个子愿 然后BKB 什么的 要是想就是 秒人啊 秒人酱油直接呃 给红杖 直接红杖加W 小人这波应该也挺肥 牛头假腿牛头 四千多块钱 刚才我觉得和他们PK一波之后 我就是少了点防 然后再少一个就是减减攻速的 所以啊 两千七加六百块 我还差五十块钱 就可以做出我的 第一二三四剑 四个大 第四个大剑 冰甲 有了冰甲的发条啊 我直接可以这么说 单挑优鬼和隐魔 不是问题 这个隐魔开封脸 被我几下就A死 然后这个优鬼 刚才我其实可以一波完美操作 就是用我的大招去勾优鬼 然后隐魔也会晕倒 但是刚才说十十 那十块 一下子错失了两几 不过这个优鬼还是被我杀死了 我只能说这个猎 哎 他们又来抓我们的光 又来抓我们的光法了 光法又出了个滤杖啊 优鬼拿他毫无毫无办法 我这 出滤杖 然后优鬼可以散失他 但是没有粉就不行 在我的右边看到了一个小蜘蛛 我想跳戏一下 没有那他又把我的这个给躲了 要是这个猎丹蜘蛛换成是一个狮王 你看 这呃 优鬼开了大 想切我们的光 啊不 应该是下路打起来了 下路想杀我 想杀白虎都没有杀掉 白虎已经是我们这边 属于第二岁的英雄 小鱼人过去浪 我也在往下路赶 看看小鱼人想杀谁 我马上就到 这个应该是蜘蛛开了BKB死 然后小鱼想TP被腐王吼住了 没事 又来一个隐魔 我套上这个大殿开启BKB 隐魔想要打 直接被我一起勾残 然后再跳到腐王的身边 优鬼还想TP直接把优鬼给打断 漂亮双杀 哎 这波还骗了个沉默大 他们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一个人都没有被他们杀死 先是上路想杀光法 又是下路杀白虎 一个都没死 反而他们死了一个大哥 还有一个蜘蛛 就是蜘蛛换成狮王的话 这一局他们 不要那上路两个塔 对吧 然后换成狮王这种打团 又能保护队友 又能扛上去 这就又来了啊 沉默又用 没有大的沉默 难道就这么悲哀买 只能用生命突然剂都一个勾 24杀 二死 11个助攻的中单发条地金 简直对他们来说是噩梦一般 就中期的时候 这个隐魔对吧 为了防止我单杀他 还掏出了BKB 还出了这个 像BKB疯脸加金箍棒 把我从框里面活生生的A死 我只能跟这个隐魔说 凡是KO不了我的 只会让我更OK 啊 这个我们这个应该是一个小 这个队友 这个队友应该是一个 小黑店啊 应该是一个小黑店 我只能说啊 暑假马上到了 呃 到底是虐杀小朋友 还是会被第二个天才高中生啊 大炮了啊 这个暑假 DOTA玩DOTA的人又要开始多了啊 大家这个呃 没事就在家里啊 也不出去玩就打DOTA 不过也好 应该新一季的这个竞技场马上就要来了啊 我 我们一起期待第二个最强高中生好吧 或者是什么 就现在大学生也对我们来说也算年纪非常轻的啊 都有机会 呃 每一届的那个竞技场的第一名都在变啊 每个人都有机会真的 而且现在竞技场比较好打 因为是CD模式 非常考验每个人的英雄池啊 还有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BP的这种模式啊 我说的是这种开开黑房组队房 就是天技场组队房那种BP的模式确实要比AP的模式要好玩的多啊 首先你虽然说英雄是乱的啊 但是你不会乱选英雄 对吧 这边沉默直接开大一位牛头跳大 我准呃看一下队友的位置 直接一个勾断了他们的去路 但是又勾到了 我被逼的开了一波BKB 准备直接上这个开大的 呃 蜘蛛和开大的影魔 被我直接打到残血 扶啊 和我刚 我先躲一下 又鬼在我后面准备收我了 我有一个勾 看一下勾谁 想 哎呦 可又给拼了 啊 龙心还没出到手的优鬼 直接买活 沉默术使绝望的打出了机器 这也说明我这一局游戏又再一次的拯救了世界的和平 哈哈 一个优鬼也买活啊 龙心优鬼 龙心优鬼被光法一个 一 然后被小人收走卖活死 再加上这个出了大炮的影魔 哎 我们的不会吧 还好啊 这个操作还可以 一下普攻 但是要被我们小鱼人 狂切 隐磨这个英雄吧 就是没有咱们家的小鱼人胜率高啊 然后 不过也不能怪他 虽然说 这个他前期没有起来 但是他中后期 补的还行啊 这蜘蛛比较脱节奏了 因为咱们家你看牛头发条 小鱼啊 这种光法和白骨这两个英雄呢 就是也是降低 就是有点降低胜利的英雄啊 但是我们中路和优势路起来了 比较克啊 比较克 宝石的小鱼啊 碰上蜘蛛就是提款机 这个小鱼要提两个大招就都不用开 府王特别特别怕小鱼人 小鱼人这英雄就是你血越多攻击越就对小对我 就是比如说我站在小鱼的角度上说说你血越多对我的威胁又不是那么高 对吧 我和你打 我不和你拼的你死我活 但是我可以吸引你的属性 然后开大招等回血回血又非常非常的快 小鱼人比较怕什么英雄啊 比较怕的是来啊啊 然后怕 或者怕羊怕沉默呗 简单点就是 然后其次呢就是怕 呃 绿杖加推推 因为小鱼这时候如果切酱油 他显形切酱油又浪费了一波机会 如果把大招都交出来 那这个推推绿杖的性价比就特别高了 所以如果大家路人打小鱼的时候啊 要特别注意 首先得注意自己的装备 你看我们这把小鱼的 就是 怎么说觉悟就非常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没装备就去补 对吧 因为他知道他没装备很难切人 所以大家玩小鱼的时候 首先要注意自己的装备 然后再要注意对面酱油的装备 不要去切 就是你觉得杀不死的啊 恶心的 你真的还不如吸点属性的 对吧 出怎么有那样的什么 你就出个BKB老老实实的去干个正面 如果因为现在的小鱼人 也不是每盘都要出双刀啊 也不是每盘都要出出双刀冰眼什么的 这边一个优鬼 看我跟优鬼刚正面 对吧 不怕他的荒芜 龙心优鬼 照样说真的 这可以单杀的 对面这个影魔加上优鬼啊 下次碰到这个我这个战斗型发条啊 都有都有阴影了 对吧 这个我我现在可可跳可痒痒了 来打我 那么我们游戏结束之后呢 马上啊 大家最最期待的抽奖环节啊 看看有没有幸运的小伙伴中了浪子党的T恤呢 不要走开 马上抽奖环节即将进行 大家好 欢迎各位观众老爷来到我的外设店淘宝推荐环节 本店全场优惠 买一送时 并且我决定 为解决小杰的生理需求 以后所有女粉丝购买外设产品 通通让小杰亲自送货上门 并且亲身示范 适用一世生前 还记得之前给大家推了N7的黑绝AK40机械键盘吗 这一期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在AK40的基础上 天油加粗鸟枪换炮 升级后具有RGB氛围灯带 可拆卸防滑掌托的全新AK49机械键盘 全新的RGB氛围灯带 在孤寂的夜晚 也能让你体会纸醉金迷的霓虹盛宴 炫目的天女赛花 赛花外搭左右波浪 让你化身六指奇魔 弹奏起菊花台的背上 灯效很超群 手感很nice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升级后的一体化铝合金面板 手感直抄裸奔不带套的iPhone6s 再搭配上独具创意防滑防抖 防漏电的充气技术涨脱 让你操作不再疲软 操作再久都不再疲软 最后篇幅有限 对于这款逼格突破天际 功能多如牛毛的新款键盘 我重点说一遍它的价格 游戏黑轴板259 悦耳轻轴板279 而且它还享受 有买一送十的店铺优惠 新品上市 库存有限 兄弟们快快下手 漠视良机 然后经久不衰的传承之作 经久不衰的传承之作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和尚还俗 只为宝剑 木马人游戏鼠标 再次点燃销售热潮 各位浪子党的成员们 如果你们还没有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游戏鼠标 那么请你选择它 一次消费 终身授益 木马人游戏鼠标 您游戏生活的小秘书 这是猴年豪华限定版 加入阵容 全阵容套餐 不同的价格 不同的享受 男人 就要对自己的右手 好一点 好的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到了视频的结尾 咱们来进行优酷的抽奖环节 还有优酷抽奖环节是怎么抽的呢 我怕有同学看不懂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优酷的抽奖环节呢 就是根据底下的评论 底下的有评论的话 就有页数 就是每页每页 那我们先揉页数 我刚才出去看了一下 一共呢 优酷底下的评论有43页 然后我们揉43 好 第二页 我拿手机记 拿手机记一下啊 第二页 然后呢 再揉这个层数 每一页呢 有30层 那我们揉30 就出现了 对吧 第二页的第26 我也记一下啊 然后再揉第二个 一共是三个新兴观众 然后呢 中了 中的是三件浪子挡的T恤 再揉一下啊 再揉43 啊 这次是相对应的34页 然后再揉30层 好 揉出了8 34的第8楼 然后再揉一个 再揉43 22 22 22月的第 20